北京时间10月29日,2021法国羽毛球公开赛8强赛,南单比赛中,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 vs日本选手西本拳泰,这是一场世界第四跟世界第十七的对决,周天成跟西本拳泰陷入苦战,双双泪摊在地,最终,周天成2比1获胜晋级四强,周天成 vs西本拳泰,第一局是西本拳泰,第一局是西本拳泰,最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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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西本� 由于,周天成开始3比1领先,西本拳泰很快将比分追成5平,但周天成在此8比5拉开比分,西本拳泰连追2分,将比分追至7比8,随后,周天成连得3分,11比7领先进入技术间歇,比赛继续,周天成先得1分,西本拳泰奋起直追,将比分追至12比13,周天成扣沙得分,14比12,接着,西本拳泰将比分追成14平, 随后,周天成19比15,再次拉开比分,西本拳泰连追2分,但无法逆转,周天成21比17,拿下第一局,第二局,双方紧咬比分来到4平,西本拳泰连续两球出界,周天成两个扣沙得分,将比分拉开至8比4,西本拳泰连追3分,将比分追至7比8,随后,周天成11比7领先进入技术间歇,比赛继续, 西本拳泰连轰4分,将比分追成11平,随后,周天成连得2分,13比11领先,接着,双方交替得分,来到15比13,周天成对角披杀出界丢分,西本拳泰往前扑球得分等,西本拳泰连得6分,19比15反超,周天成连追3分,但西本拳泰20比18,拿到局点,并以21比19颁回一程, 决胜局,西本拳泰开始5比1占据比分优势,周天成往前扑球追回1分,接着回球触往,双方比分2比6,随即,周天成打出一波小高潮,连得5分7比6领先,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来到9平,接着连续两个多拍,周天成和西本拳泰两人都累得躺在地上大喘气, 周天成11比9领先,进入技术间歇,比赛继续,周天成扣杀先拿1分,接着挑球触往,搓球失误,西本拳泰连得2分,11比12,随后,周天成连得2分,14比11领先,西本拳泰连追4分,15比14反超,接着,周天成发起反击,18比15再次领先,随后,周天成20比16拿到赛点, 便一个重扣21比16拿下第三局,大比分2比1战胜西本拳泰晋级4强,获胜的周天成,累得再次躺在地上,西本拳泰脸上也难掩体态,而南班其他比赛中,韩国选手许公希2.02分1比17,21比15,击败印度选手拉克什亚,排名世界第一的日本选手陶田咸豆2.02分1比19,21比11,直落印尼选手鲁斯维托, 感谢观看